因疫情停办三年的轻衣系棚终于回归 5月1日至5日与轻衣体育会运动场举办 活动期间除了一连5日呈现神功戏乐剧表演 庆祝真军宝丹 还有省湿表演 怀旧吹塘体验接近70多个夜市摊档 不少市民专程到场感受夜市氛围 热闹程度堪比台湾夜市 你们现在手头拿煮的是什么来的 鸡蛋仔 除了鸡蛋仔有没有想吃其他东西 有 冰桃胡佬 我们本身有家人都是住青衣的 本身其实这个气盘都每一年都有的 不过疫情就停了 疫情就好了 现在就可以有回来 其实我每天都有过来的 因为住得近 过来我们刚刚试了彩虹这个鸡蛋仔 挺有趣 然后里面就有大戏可以给小朋友欣赏看 然后他们都很少接触 让他们感受一下气氛 好开心啊 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人啊 因为疫情之前都停了 那些活动都 好开心 大家都可以 不用戴口罩 清衣细棚 素有香港夜市的美誉 下午六点 不少人气夜市摊档前 已排起人龙 有的甚至有超过五十人排队等候 包括玉子烧 鸡蛋仔 烧好等摊档 其中位于西棚入口处 售卖台市小吃的柯仔间大王 长时间有逾七十人排队 现场热闹非凡 下班时段更有大批市民赶来 一边享用美食 一边感受这里浓浓的烟火气息 和怀旧氛围 主要来吃东西 我住西贡 去住将军澳 很有心 对啊 很有心特意来 见到都很吸引那些食物 很热闹 一家一大小都很适合来 小朋友见到很多开心 因为很久没有开 去三年 都隔了 都很喜欢 小时候都很喜欢这些地方 有很多东西吃 有很多怀旧小吃 刚才也有立刻进来见到那个堂 可以吹波那个 那些很怀旧 跟祖母 祖母看大戏 你会跟着 小时候一起去 你就很喜欢到处买的小食 很怀旧 刚才就是那个堂 吹波波的堂 臭豆腐 现在咖喱鱼蛋 和炸的芝士肠 拉丝炸芝士肠 还没走完 走了半个圈 已经有很多人排队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 这里面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给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